如果老師你想要自訂自己家一片家具啦 或像這個電視有沒有 你看我現在在這邊 那我這邊順便補充一下 如果你這樣子擺設 你是不是都要這樣才看得到 其實你可以在下面喔 在下面3D你按一下右鍵 有一個叫修改3D視點 有沒有修改3D視點 你按一下之後啊 其實你們家的房子的牆地 是可以變成半透明的 因為剛剛有一位老師 把牆壁摻了 呵呵呵 你們要麻煩 這樣有沒有半透明就比較會看得到 這樣子就不用再蓋一次好嗎 那你要完全不見到的眼而已 所以我們如果說你要擺設的時候 你可以像這樣子我會看得比較清楚 好 你看我們這裡有一台電視對不對 現在裡面不是播放空的嗎 你就點到這個電視點兩下 如果我想要播卡通的話 你來看一下 各位 你們要看什麼卡通 柯南 小丸子 好柯南 好 找一下柯南的圖片 一堆 那因為它是寬螢幕嘛 所以我們當然不要找這種直的 你要找橫的 對不對 找橫的 好 假設找這一位 點一下 這樣就可以把它儲存起來囉 我們就 儲存起來 看你要放在哪邊 好187這一個 OK 了解了之後我們回到這邊啦 不過第一個 你要先知道哪家電視多大 你看一下 我利用這個機會順便跟大家說明一下齁 就是 這個模型 請問可不可以放大縮小 可以啊 你如果要放大縮小呢 你會看到我們在這邊 就是 這個 這個 模型本身齁 模型本身會有這個 這四個 會有這四個功能 有沒有看到 模型 如果放在正中間是移動 這比較沒問題 它有旋轉 也有什麼 縮放 但這個縮放指的是水平 水平的縮放喔 高度不會改變喔 它等於是兩邊的 另外一個高度是 只是改變高度 所以平常我要縮放的話 我比較不會直接按那個去做放 因為這樣飛燈比例 看起來怪怪的 所以我會點兩下 點兩下進來之後 您可以看到 有沒有叫維持比例 我把它勾起來 這樣子如果我的電視 我想要變成250公分 有沒有發現一打全部都變了 這樣會比較好 所以這樣子的話 你們加電視就變大台 那這個變大台之後 有一個小小輕輕 我可以幫它轉個彎 我要放到牆壁上可以嗎 可以對不對 但是這樣是放在地上 所以有一個比較特殊的 叫做懸空高度 有看到嗎 你可以把利用這個方式 讓我們家的 有沒有 電視機是不是可以上架 其他的家具也都一樣 因為比如說你有東西要擺在桌上 有的要擺在床上啊 是不是會有不同的高度 因為你3D啦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這裡 剛剛我現在是250公分了 所以這個數字你要記得喔 現在要記得喔 那我們就來這邊 按一下 左手邊有沒有一個叫材質 這個地方你把它按下去 按下去 你可以針對這台電視的 哪一個電視 你看Blake 你有沒有發現左邊這裡會亮一下 你看Blake 這裡有沒有一個一直在亮 所以這裡是設那個材質 點到這個 有沒有設邊框的材質 我們現在設螢幕的材質 對不對 所以螢幕是誰 應該是這一位 有沒有 好亮起來了 你就告訴他 很抱歉 你們家的沒有我的 本來是從這裡選 好但是沒有你的怎麼辦 是不是按插入 好你就去找 找你剛剛所下載的那一張圖片 我放在桌面上 187 這張柯南 好開啟 確定 但是重點來了 請問我們家電視多大 有沒有250 他現在是不是只有20 所以會變成這樣貼紙 有沒有大頭貼 所以呢我就把這個變成250 完成 確定 請問你們家有沒有播柯南呢 所以你知道床單怎麼換的嗎 你看 這樣 有簡單嗎 對不對 就是像這樣子啊 所以你就可以換成自己的 雖然模型不是你做的 但是你可以 把很多裡面的這些貼圖換掉 這樣大家有沒有就比較清楚一點 來 還給您